每日神话 在以色列做的工作与今天大不一样 耶和华是带领他们生活 并没有如此多的刑罚审判 因为人当时明白世上的事太少了 没有什么败坏性情 那时以色列人对耶和华百依百顺 让他们建造祭坛 他们就赶紧筑起祭坛 让他们穿祭司袍 他们也都顺服 当时耶和华就如他们的牧人一样 在地上牧养一群羊 羊都随着牧人的引导 在草场上吃草 耶和华带领他们生活 带领着他们的吃穿住行 那时不是显明神性情的时候 因为那时的人类是出生的人类 很少有悖逆抵挡的 人没有太多的污秽 所以也衬托不出神的性情 神的圣洁是在污秽之地的人身上显明出来的 今天借着污秽之地的这些人流露出的污秽 然后神在审判 这样他的所事都在审判中流露出来 他为什么要审判 因为他验憎罪 所以说他能说出审判的话来 他如果不验憎人类的悖逆 能那么发怒吗? 如果他里面一点验憎没有 一点反感没有 人有悖逆 他也不搭理 那证明他与人是一样的污秽 之所以他能审判刑罚人 就是因为他验憎污秽 他所验憎的都是他所没有的 如果他里面也有抵挡背逆 那他也就不验憎抵挡背逆的人了 漠视的工作若还做在以色列 那就一点意义没有 为什么漠视的工作 在中国这最黑暗最落后的地方做 就是为了显明神的圣洁公义 总之越是黑暗的地方 越能显明神的圣洁 其实做这一切 就是为了神的工作 现在你们才知道 天上的神降在地上 站在你们中间 被你们的污秽 背逆衬托出来了 你们对神才有了认识 这不是极大的高台吗? 其实你们就是在中国被选中的一般人 因着这些人被选中了 享受了神的恩典 又因这些人不配享受神这么多恩典 这就证明这一切对你们是极大的高台 神向你们显现 把所有圣洁的性情都显明给你们 都赐给了你们 使你们享受了应有尽有的福气 不仅体尝了神的公义性情 更体尝了神的拯救 神的救赎 与神对人无限无量的爱 你们最污秽的人 享受了这么多恩典 这不属于有福吗? 这不属于神的高台吗? 你们这些人地位最低下 本来就不配享受这么大福气 是神魄力高台你 你不觉得惭愧吗? 你不能尽到你的本分 到最终都让你自愧蒙羞 自己刑罚自己 现在也不管教你 也不惩罚你 肉体平安无事 到最终借着这些话 让你自愧蒙羞 我到现在 还从来没有公开刑罚一个人 话说的是严厉 但对人怎么样? 又是安慰 又是劝勉 又是提醒 我这样做不是为了别的 乃是为了拯救你们 你们难道真不理解我的心意吗? 我说这话 你们都应明白 应在这话上受激励 现在有许多人才明白 这福气不正是衬托物换来的吗? 当衬托物不是最有福的事吗? 到最终你们去传福音时这样说 我们是标准的衬托物 他们会问 标准的衬托物是什么意思? 你就说 就是做衬托神工作的 衬托神大能的人 神所有的公义性情 是借着我们的悖逆衬托出来的 我们是神末了工作的效力品 附属物 也属于工具 他们一听就稀奇了 接着你再说 我们也是神做成全语工作的 征服全人类的标本模型 不管我们是圣洁还是污秽 总的来说 我们比你们有福 因我们看见神了 借着征服我们的机会 把神的大能衬托出来了 是因着我们的污秽败坏 才衬托出了神的公义性情 你们能这样 见证神的末世做工吗? 你们没那资格 我们这纯属神的高抬 我们虽然不骄傲 但我们可以自豪地赞美神 因为无人能承受这么大的应许 无人能享受如此大的福气 如此污秽的人 竟能做神经营中的衬托工作 我们实在是感激不尽 他们问 那什么是标本模型呢? 你说 我们是人类中最悖逆的 也是最污秽的 就是被撒旦败坏最深的 也是最落后 最下贱的属肉体之人 是被撒旦利用的典型代表 今天被神选中 来作为在人类中 首先被征服的 看见了神的公义性情 承受了神的应许 借着我们来征服更多的人 所以说 我们是人类当中 被征服的标本模型 这就是你最好的见证 是你最好的经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